有没有奖励提前给我一下 什么奖励 你懂的 你干嘛 猜猜我是谁 我怎么算你说 你快放开 我不放 那我还得 我还得 我还得 我靠 你以后不想要孩子了 还能这样捞的 那我捞这个 我还要孩子没关系 我坏了 你还能有孩子 正经一点 表妹那我跟你说个正经的事 本来这个事 我都不想说的 我以为懂的人 他自然懂 门外汉怎么教也不会 对吧 但我视频发出去 太多人说 这是河边 我家河边上 我家盖房子的时候 分文不值 你说那没办法 来表妹 你给他们普及一下 翡翠到底有多值钱 好吧 来 来 你看我手上这块料子 它是一个冰种 而且还飘雪花绵的料子 你像这个都它表面可以出个小挂件 出个佛工的话 出个这么大 去市面上卖的话 也得几万打底 所以这旁边它这个列的它是斜列 它是进不去的 所以说我们给这块料子标价 就是标三万 标三万 还可以出别的挂件 标三万 是因为它只要表面已经看到了这一个佛工 这一个佛工做出来 只要这列进去的不深 能出一个挂件 它就能回本 出两个 那就是纯钻 对吧 这时候又有老铁会来说的 我咋知道你一个冰种值多少钱 你是不是在骗我 对吧 那我给你骗个图片吧 看一下 这里 看一下 它都是到了一个冰种的 这些都是一些冰种手桌 来给你们看一下 63万 106 这个99 134 都是一些冰种的手桌 一个手桌值这么多钱 你能信 所以说 有一些门外汉 你怎么跟它讲也讲不通 它理解不了 为什么这个东西能这么贵 对吧 所以本来我也不想说的 但实在太多人在那说的 我没办法 我出一期视频 给它专门讲解一下 那这个料子你要不 那肯定要 老铁门 再给你们普及一个知识 像这种雪花棉的料子 是很少见的 基本上你去吃三藻 很难找得到 这种料子可遇不可求 而且这个料子 里面只要能出上两三个 那就大赚 那就大赚 对吧 表妹 这个是三万是吧 对啊 三万 行 我要了 然后那个 要是能出两三个佛红 我做一个送给你好吧 那表妹 有没有奖励提前给我一下 你懂的 毫无奖的 谢谢大家